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白月光前男友 这是我的朱沙志前女友 我首付40贷款80利率6.125 在郑州康桥买套烂尾楼 我首付45贷款100利率6.375 在郑州融创套烂尾楼 我们之前因为异地的原因分手了 现在我来北京找他了 我们又复合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拥有 两套烂尾楼的经历了 严格来讲我们的房子还没有烂 因为还没有造这个消防期限 我是明年7月份交房 我是明年10月份交房 目前郑州的这个房贷利率是3.8 房价也降了 咱俩家一起亏了多少 亏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期交付 不要乱尾 接下来什么打算 没啥打算 就是希望亲朋好友们 如果看到的话 就不要再找我们借钱了 50块以上的消费 也不要再喊我们了 我们俩现在真是雌雄双煞 珠连闭合 我这把buff应该已经叠满了吧 现在就等皮疾太来了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2号星期三 今天的主要呢 给大家分享一对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小情侣的故事 就是影片开头 大家看到的这对中国的年轻人 狗在当时看完他们的这个最近几年的经历之后 特别呢 是了解了这位姑娘 她的经历之后 感觉是真有点这个哭笑不得 很感慨 同时呢 又真的是比较佩服这个姑娘 更重要的是啊 这个姑娘和他的这个男朋友 他们最近几年的这个经历呢 真的也可以反映整个中国这个时代 他的一些最大的状况 中国三年疫情的时候 有过一句流传非常广的金句 叫这个时代的一粒沙 落在个人的头上呢 都是一座山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这个姑娘和他的男朋友 最近几年来 他们的经历啊 已经不是这个一粒沙 两粒沙的这种问题了 他们其实呢 已经是被很多的大山是压在下边了 这个呢 都不是被这个沙子搞的是灰头土脸的问题了 这个呢 已经是让他们跟这些大山呢 是融为一体了 最近那几天 好像在中国的地图北京 还有中国的很多地方 又有了这个非常严重的沙尘暴 所以呢 中国这个时代这种沙子啊 真的也是太多了 大家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姑娘和他的男朋友的这个经历啊 这个姑娘和他的男朋友 他们的老家呢 应该呢 都是在中国河南省的这个首都城市郑州 姑娘说他今年呢是27岁 他男朋友呢是28岁 这个姑娘的故事呢是从2017年开始的 她说呢 她是在那一年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呢 她呢是先去考研究生 还想继续上学 但是呢 很不幸考研失败 然后呢 在第二年 也就是在2018年 她就去了这个帝都北京去找工作 这位姑娘在大家里边学的应该是这个影视编导 她到了北京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这个在内涵段子去做抖音短视频 那曾经在中国墙里边存在过的那个内涵段子APP 很多的中国网友们肯定呢都知道 他在中国墙里边呢曾经是非常的火 姑娘说呢 他在内涵段子做的有点成绩了 公司呢就要跟他签那种违约金高达3000万毛币的协议 就是防止呢 他在以后万一离职 把这个品牌和流量都带走 这姑娘说呢 他不愿意签这个协议 结果呢 在那年的年底 应该呢 是在2018年的年底呢 他呢就被裁了 在这儿呢 就有一个能反映中国大时代的这么一个故事 大家来看 这个呢 是在2018年的4月份 当时这个中国政府的国家广电总局是宣布 永久关停内涵段子这个APP和他的像这个微信公号啊 这些个端口 理由呢 是内涵段子存在所谓的这个导向不正确 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 引发了中国网民们的这个强烈反感 所以呢 中国政府呢 就决定把他关掉 全面封杀 所以呢 在这个2018年的年底 这个姑娘被裁员 狗哥估计啊 可能呢 跟这个呢 也有关系啊 就是这个内涵段子 他被中国政府关了 那这个公司呢 他当然很可能就要裁员 可能呢不仅仅是这个姑娘说的这个 他拒绝签那个3000万违约金的那个原因 在这呢 狗哥呢 还要说呢 当时在这个2018年 中国政府他封杀 受到很多中国网民喜欢的这个内涵段子 还能够看出来三个大的问题 并且呢 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问题呢 能看的就更清楚 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 他对墙里边的这种言论管控呢 是进一步的升级 资深的哥们都会知道 狗哥呢 是把2018年界定为 是中国的这个战狼元年 是中国战狼时代的开始 那为什么狗哥会这么界定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在2018年年初的这个中国二会上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是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正式开始为他的终身制呢 是铺路 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当时的这个时间点 习近平他当时修改宪法呢 是在那年的中国二会上 是在2018年的三月份 然后呢 在四月份 这个内涵段子就被中国政府呢 是强制关停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这两个事之间 他们有没有什么联系 可以肯定的一个联系啊 就是习近平他当时修改完宪法以后 那中国政府对这个进行配合的 就是要进一步升级 对中国墙里边这种言论的管控 要阻止和打压中国网民们 对习近平修改宪法呢 是说三道四 有不同的意见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是当时这个内涵段子被关停的主要的原因 这个呢 是从这个姑娘的经历 能反映出来的这个中国大时代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能反映的第二个大的问题 狗哥认为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就是从这个内涵段子被关停开始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开始越来越重视去控制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行业 那这个呢 就导致了在后来 马云呢 被收拾 还有中国政府 他对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全面的控制啊 还进行这个所谓的反垄断 我认为呢 这些呢 都是有联系的 还能够反映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在中国政府内部 网信办这个机构的权力呢 是越来越大 因为在2018年 关这个内涵段子的时候 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呢 还是中国政府它的广电总局 但是呢 最近几年来 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都会知道 在墙里边网络内容管控方面做出决定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政府的网信办 这个呢 就能够说明 在中国政府内部啊 网信办这个机构的权力呢 它是越来越大 它能够反映出来的 但是呢 也是中国政府 它对网络的这种控制呢 是越来越厉害 这儿呢 就是这个姑娘 她在2018年的经历 能够反映出来的这个中国大时代里边的 重大的一些事件 还有重大的变化 那这个姑娘 她在离开内涵段子和金融头条以后 说呢 跟其他几个同样也离职的同事呢 是组建了一个小团队 还是做这个短视频 这个呢 就是她开始这个自主创业了 但是呢 这个呢 没做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 所以呢 她就只好重新呢 去找工作 这个呢 也反映出来 年轻人这种自主创业的高风险性 刚开始 基本上这个创业呢 都是要失败的 她说呢 这个之后呢 她做了两份工作 应该呢都还是做这个短视频 但是呢 这两份工作呀 也都没有干太长的时间 第一个 是这个账号做起来了 但是呢 没有跑通变现模式 就是不赚钱 然后这个公司呢 就把短视频业务呢 给全砍了 第二份工作 是由于疫情爆发 导致公司资金链的断裂 发不出来薪水 那这儿呢 就反映出来 中国这个疫情管控 对小公司们 他们的严重影响 三年清零 是导致很多的 这个中国的小公司 小企业破产倒闭 这个呢 是这个姑娘 从2017年到2020年 疫情爆发之后的 她的这个大概的经历 毕业之后这三年 她说呢 她一直没赚到什么钱 到了2020年的年中 她建了一家教育代运营机构 还是做这个短视频的账号 干得不错 年底呢 是升了总监的职位 同时呢 她呢还接到了很多大厂的外包 每天都是熬大夜 干私活 写脚本 周末呢 是扛着设备 没日没夜的拍摄 所以呢 她呢就赚到了不少钱 从这儿呢 大家也都可以知道 这个姑娘呢 她呢还是非常能干的 她在这个做短视频 这方面呢 确实呢是很有能力 有了一些钱之后 这个姑娘说呢 她就想用这些钱呢 去买房了 那为什么想买房 为什么想要有这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个姑娘说呢 主要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她呢是生长于一个单亲家庭 小时候呢 一直跟妈妈呢 是一直住在姥姥家 是那种大杂院式的房子 一层呢 是住她和她的妈妈 二层呢 是住她的舅舅 她的阿姨 这些姥姥家的这个其他的孩子 所以呢 这个姑娘说呢 她一直啊 都很想要一个属于她和她妈妈的自己的家 这个呢 是第一个 她想买房的原因 应该呢 也是最根深蒂固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她在这个北京工作期间 都是租房子住 居住的条件呢 是很差的 她说呢 住过这个六平方米的屋子 一个月呢 还要这个两千五百块毛币的房租 那个屋子里边呢 还有蟑螂 好多只能爬到床上去 这个呢 就让这个姑娘呢 曾经是非常的崩溃 说曾经呢 蹲在屋子里边 唯一一个干净的椅子上 开始抽烟 一口气呢 就抽了六七只 这个呢 就是很多很多 从外地去北京的年轻人 所谓的这个北漂们 他们都会有的这种租房的经历 这个呢 也是他们都想去买 属于他们自己房子的 主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 这个呢 也是狗哥自己啊 是最同情这个姑娘的 我想说呢 她曾经在北京的五皇外呢 是住群租房 一套房子里边 是住了八个人 她为了防止 她自己抑郁呢 就养了一条狗 一条白色的拉不拉多 但是呢 在这个群租房里边养狗呢 是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 就被投诉 所以呢 这个姑娘呢 就不得不把她的狗呢 是送回了河南的老家 姑娘说了 她在后来挣钱的所有的信念就是啊 要把她的狗接回来 要给她的狗呢 一个舒服的家 她自己呢 在小时候 是当过一段时间的留守儿童 现在呢 她不愿意让她的狗 也只能留守在老家 所以呢 这个姑娘呢 真的是很善良的一个姑娘 所以呢 她在这个有了一些钱之后啊 就决定了去买房 帝都北京的房子 姑娘说呢 她买不起 所以呢 就决定回老家郑州去买房 这个呢 应该是在前年 2021年 她说呢 从看房到买房 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这呢 大家呢 也都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姑娘 她这个做事啊 她干事呢 有一股 冲劲 这个呢 应该呢 是她工作干的不错的一个原因 同时呢 也是她能够掉进很多坑里边的一个原因 她说呢 其实在那一年呢 郑州呢 已经有不少楼盘是爆雷了 成了烂尾房 但是呢 她选择了这个大开发商的大楼盘 所以呢 就认为呢 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这个去摄楼处看房的时候啊 那儿的这个样板间呢 可好看了 销售画的大饼呢 可美了 说这个房子呢 是精装修的 全智能的 进小区不用刷卡 还有机器人 附近呢 有学校 以后呢 还要修地铁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呢 这个姑娘呢 就买了 首付呢 是40万的毛币 房贷 80万 这40万的首付里边呢 还有一部分是 他向他妈妈 还有他的闺蜜借的 然后呢 以后每个月呢 要还5000块的这个房贷 他发现他这个房子要烂尾的消息呢 是在去年的7月份 在此之前 他呢 听说过这个工地呢 是停工过一段时间 但是呢 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这个河南在两年前呢 是遭遇过这个大的暴雨 工地呢 是被水淹了 他就认为 停工一段时间呢 情有可原 但是呢 在去年7月份 他被拉到这个业主维权群里边以后 他才意识到 他买的这个房子呢 真可能要烂尾了 因为在两年的时间里边 他买的这个楼盘呢 才盖了这个五层 那个楼盘的规划呢 一共呢 有31层 所以呢 很大概率呀 到明年呢 是交不了房 而且呢 有传言说 开发商的老板呢 已经是跑路了 而且呢 他现在呢 才知道 当时他买房的时候 售楼处里边 那些乌央乌央的人群里边 有很多都是开发商一天几百块钱雇的演员 当时那种销售行情火爆的情况呢 都是演出来的 所以呢 这姑娘呢 就感觉真的是太坑了 明明他自己就是一名这个做视频编导的 居然被开发商的这种演出呢 给骗到了 姑娘说呢 他呢 也参加了这个业主维权 有很多业主呢 也去这个开发商的售楼处呢 拉横幅去抗议 但是呢 根本没有用 他买的这个房子的开发商呢 还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这么一家房地产公司 那过去这几年 中国很多城市里出现这种房地产烂尾的情况 包括这个河南省的郑州市 这个事儿 狗哥在前年还有去年呢 都聊过 所以呢 像这姑娘 如果在当时对这些情况有了解 他如果说还真想 有属于他自己的房子 那他买二手房是更安全 风险更低的选择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像这些大坑呢 本来他呢 都是很有机会去避免的 关键在于呢 你呢 要有这个真实的信息 你要有这种比较全面的信息 另外呢 你还要有这种比较好的判断能力 像姑娘说的这个河南和郑州的大水灾 狗哥在当时呢 也是做过好几个的影片啊 那对 这些大灾难的调查 还有问泽 是不是在中国墙里边也都是烂尾了 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也在郑州呢 是买了一套房 也是一个大开发商的这个房地产项目 结果同样呢 也烂尾了 另外 这个姑娘的男朋友呢 在大学毕业之后 他是去了中国的这个海航工作 还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果呢 在2021年海航呢 是破产了 海航破产这个事儿 很多网友呢 肯定的都知道 这个呢 也是很能够反映这个中国经济 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 还有中国体制内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很大的事儿 另外 在这个买房之前 这个姑娘呢 她呢 是在中国的一家教育培训公司工作 但是呢 在2021年 中国经济里边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就是中国官方对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呢 进行大整顿 就是所谓的这个双减 结果呢 就导致中国的这个教育培训行业呢 一时间是灰飞烟灭 这个姑娘当时呢 也辞职了 但是呢 她呢 是非常能干的 她呢 又开始自己去创业 成立了团队 注册了公司 而且呢 后来发展的这个还算顺利 这个姑娘现在在北京呢 还是租房子住 但是呢 她已经有能力去租比较宽敞的房子 而且呢 还把她的妈妈和狗子呢 是一块接到了北京呢 跟她一块生活 最后这个姑娘说呢 她以前总觉得 这个钱是赚不完的 也是花不完的 所以呢 她呢 要用今天赚的钱 去买所有想买的东西 但是呢 这几年的经历过后 她现在明白了 人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 这个钱呢 都不一定是真正属于你 她呢 只是在你这手上啊 过一下 很可能这个归宿呢 就不在你这儿了 对于她买的房子烂尾的情况 她说呢 她只能相信 这个烂尾的情况呢 总会解决 正义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要不然的话 整个楼盘这个好几百户 上千户的家庭 多少这个中国老百姓 一辈子就为了一套房子 你如果说把老百姓的这个老巢都端了 那可怎么办 所以呢 她呢 是不相信会彻底烂尾 那大家呢 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姑娘和她的男朋友 最近几年经历过的这些中国大时代的坑 第一 两个人都买到了这个烂尾房 这个呢 就不用多说了 第二 姑娘 五年来呢 她是换我五份工作 目前呢 五家前公司都已经倒闭 其中一家公司倒闭 是受到中国政府对教育行业双减的这个影响 还有一家公司倒闭 是直接受到这种疫情管控的影响 第四 这个姑娘 她拿这个裁员赔付的N加1工资 进行第一次的创业 为期四个月 最后呢 是失败了 第五 姑娘呢 是住过一户八个人的这种群租房 为了治愈北漂的心灵养狗 结果呢 被租客投诉 含泪把狗呢 是送回老家 第六 姑娘呢 还在中国股市里边呢 是炒过股票 买过基金 结果呢 是赔了十万块 第七 校园恋爱 异地恋 分手又复合 这个呢 应该呢 是不算是坑啊 跟这个中国政府呢 也没有这个太大的关系啊 第八 两年前 河南著名的这个大暴雨和水灾 姑娘的老家呢 也是被水淹 第九 姑娘第二次创业 好不容易 风生水起 结果呢 在去年的下半年 北京疫情风小区 导致停工两个月 这个呢 已经是这个中国疫情管控 三年清零 给他挖的至少第二个坑 第十 姑娘呢 最近在这个云南旅游 想去有风的地方呢 治愈一下心灵 结果吃了蘑菇 导致食物中毒 最后这个坑呢 是有点幽默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和解读这个故事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喜欢 那从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身上 大家呢 也都可以再次感受 最近几年来 中国的这个大时代 还有这个大时代 给中国的年轻人和其他人造成的各种的坑 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的家人 在以后能够越来越好 在中国呢 尽量少踩坑了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聊啊 拜拜 拜拜